大家今天有大爆掛 現在要來開Turbo拼進月數了 就靠你們動動手指沖一波 請我們一起開啟小鈴鐺 轉發多說普克 剛剛其實有特別講到說 其實我們好像有請到我們的一華委員 在線上也會跟我們稍微聊一下 在這個地院執群的時候 有問到說 我們現在有沒有準備好拖曳快山 因為我們也都知道一華委員 他是在這個教育的文化委員會 那大家很關心小朋友 因為他們真的是不經這樣子的意思 我們剛剛是不是提到很多鼻子不舒服的部分 現在一華委員上線了嗎 他也上線了 哈囉哈囉 這OK嗎 是可以可以 來讓我們還原一下在4月27號的時候 您在立法院問的 當時這個衛福部的次長薛瑞源 當著委員的面 他是怎麼樣說明的 對4月25號就是禮拜三那天呢 我們有排了一個專題報告嘛 那特別來邀請我們的這個薛政次 來這邊做列席說明 因為大家關心了很多的防疫 有一個校園防疫 還包括說 孩子的疫苗啦 以及快篩的方式 那都知道說 因為很多家長在反映說 快篩 如果是都是用戳鼻式 孩子可能因為鼻膜太薄 擦了就會流鼻血 或者說呢就因為害怕 所以我們問薛政次的時候 當天呢4月25號 他現在跟我們講說 意思是說他們並沒有說不開放 拓役的快篩 他們他的意思是說沒有人來申請 今天我還說 那這樣一直要鼓勵大家來趕快申請 然後還記得隔天呢在禮拜四 教育文化委會還做成一個決議 就是要我們趕快來鼓勵廠商 不管是你是研發的 或是你要來申請進口的 就是趕快來申請相關的EUA 這個部分我們從上禮拜三 就4月25、26 在教育文化委會都有談到這件事情 但是當時是跟我們講沒有人來申請 就沒想到4月27 就看到福祐達 竟然就已經拿到了EUA 拿到這樣一個進口的許可 這讓我們覺得 正次是公然說謊嗎 還是有什麼不能說的秘密 讓當時他必須要來隱匿 有人在申請之中 因為當一旦知道是跟高端有關的時候 可能怕是會有一些 其他的問題還是怎麼樣 反正就那天在教育文化委會裡面 他是沒有如實的說出 已經有廠商在申請EUA的過程之中 雖然你聽到說現在變成是 總統一叫大家冷靜 冷靜完之後馬上就宣布說 拖役快篩可以了 那也對比到 其實這個一華委員在過去 也非常多次的去查相關的資料 去年剛來賓也有說 有很多廠商也其實都有送見過 都被打槍不是嗎 對我們後來在去了解 就因為他說了之後 其實我也覺得很訝異說 怎麼會沒有人提出申請呢 結果呢我今天就這兩天 有去了解了一下 但我們現在來調資料之中 事實上我們也得知說 其實蠻多廠商是有來申請的 所以當然有 但是我們現在得到的 陳情是說一直要求要補資料 所以他是透過補資料 然後來延誤 來讓這些本來在申請中的 他得不到這樣的一個EUA 然後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我就覺得很奇怪說 明明那天薛政司說沒有人申請 然後馬上不是禮拜五就說 這伏佑達就通過了韓國 這個拓役世紀的這個EUA 所以我昨天想想 我就請同仁把它撿出來 你知道我這兩天 就的確接到一些投訴 但是我還必須要再調資料 就剛剛講到有些公司 事實上是有申請 包括有本土的 包括有要從國外進來的 因為大家知道其實拓役的快篩 在海外很多國家都在使用 品牌也很多 但是一直就這樣補件 補資料 所以到現在他們還拿不到 甚至我還聽說 韓國這一家有別的廠商 也曾經有想要申請進來 但是到現在也沒有準 所以反而這個浦佑達到底是 用多快的速度 然後透過這樣的關係 因為大家知道高端從之前疫苗也是 不是一樣嗎 當大家看到疫情起來的時候 在等疫苗 就這時候高端的500萬劑疫苗 一下就採購下去了 這次又因為快篩試劑都沒有做好準備 當大家一直在呼籲政府要開放 拓役式的快篩的時候 結果在這樣一個呼聲很高的時候 沒想到得到EUA的又是 跟 就我們就叫高端的第二大股東 就是浦佑達 所以讓我們就覺得這水到底有多深呢 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的 去得到更多資料 也希望透過中天今天這樣節目 如果有什麼內線消息 趕快來跟我們立法委員說 這件事情如果 還這樣子來發國難財 讓特定人來發國難財 這絕對是我們要好好來監督 而目前聽起來感覺上 是有這樣子的一個疑問的 也歡迎大家 如果這個觀眾朋友 您可能有接觸到相關的資訊的話 都歡迎跟我們意華委員 還有我們這場的這個議員們 來爆料了 非常感謝意華委員 今天在線上跟我們來解析 拜拜拜拜 謝謝 謝謝拜拜 來 詩問議員 你剛剛我們就要問的說 那好 本土到底有沒有具備能夠做 這個拓役快篩能力 有哦 而且在去年也有人申請啊 坦白說啦 在這一波疫情之前 全台灣有誰知道高端是一家 這麼優秀的生技跟製藥公司 有誰知道呢 哦 你一家優秀跟生技的製藥公司 你一定有過去的實力 你有非常堅強的研發的這個團隊嘛 過去誰聽過高端呢 怎麼在這一波新冠疫情以後 什麼都是高端 疫苗也是高端 快篩也是高端 坦白說從去年到現在哦 我們不管是說這個 這個戳鼻子的這種快篩 或者是抗原快篩 或者是唾液快篩 國內已經很多業者有在研發 跟申請EUA了 像去年的那個抗原快篩 就有業者親自告訴我哦 他們早就拿到EUA 早就拿到專案製造的核准了 但是卻被核准說 你只能賣到海外 你不能賣到台灣 這就很奇怪啦 你是國內的國產的這個品牌跟業者 然後你不優先供應台灣的需要 然後卻讓他賣到國外去 在香港的區城市裡面 買得到台灣製的快篩產品 但是在台灣卻買不到 去年的時候大家記不記得 快篩城市中還不准大家去買 不准去賣家用快篩 說這個家用快篩會有尾陽尾陰等問題 結果國產的家用快篩 卻可以賣到國外去 清冠一號也是這樣子啊 清冠一號也是台灣的驕傲 但是台灣到今年才可以賣 可是早在去年的時候 英國跟美國早就在鋪貨了 所以這些都讓我們很奇怪覺得說 我們對於國產的這一些防疫的用品 為什麼不讓他究竟便宜的提供台灣呢 而且更妙的是說 你如果說我是要鼓勵他們去打下海外市場好了 那當台灣有需要的時候 你還是不讓他賣回台灣 更誇張的是 你就去專案進口一些特定廠牌的 這一些快篩試劑 我們有國產的 我們的國產可以賣到海外 我們不讓他賣回台灣 可是我們還去進口 人家其他海外的這一些產品 大家不會覺得這個邏輯是非常錯亂的嗎 今天這個唾液快篩也一樣 在去年4月的時候 已經有一些廠商 開始跟中研院一起研發 這個唾液快篩 而且在去年的下半年的時候 已經有廠商開始要去送到 衛福部去申請EUA了 但是不斷的被卡關 不斷的延宕 延宕到現在 好啦你又開放進口了 然後第一家又是服又打 又是跟高端有關的產品 你那個門的開跟放 到底是不是為特定人而開 為了擋住特定人而關呢 這幾年的疫情 坦白說台灣死傷的非常多的人命 確診的病例已經突破10萬人了 然後過世的人也是上千人 可是卻肥了少數人 從口罩到PCR到疫苗到快篩 我們永遠都一開始比人家貴 先等別人某一些特定業者 賺走一大波以後 一大波以後 然後民眾抗議了以後才降 即便現在說什麼 釋出所謂實名制的快篩 如果大家去藥房去買 你要買實名制的平價快篩 還是很難買得到 你要跑非常多 但是有一些藥房 還在賣高價的快篩 而且這是衛福部容許的 為什麼 現在實名制的這個實聯制的 這個平價快篩 是衛福部去鋪貨的 但是之前很多藥房 他也有進口一些 他自己原本這個之前300塊 280的那些快篩 衛福部沒有要求他們降價錢 所以他們還是繼續賣高價的 那昨天我就接到一個陳情人來檢舉 藥局就是說 你要不要貴的你要不要 平價的我就沒有了 貴的你要不要 那可是家裡有人需要 於是他只好還是買貴的 他覺得很奇怪 他可以理解就是說 這個平價快篩是政府提供的 可是這一些商業化的快篩 政府是不是還是應該管制他的售價 因為畢竟他的成本擺在那裡 就是幾十塊而已 為什麼賣給民眾 就變成300塊 這個讓我想到2020年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我曾經揭露 那個時候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衛福部釋出所謂的戰略口罩 一片8塊錢在超商拿 結果後來有人跟我爆料檢舉 就是衛福部的那一批戰略口罩的採購價格 是0.94 大家想想看 0.94跟8塊錢 這中間差的快10倍 雖然單價聽起來很低 可是你看倍數就快10倍 當時我就質疑說 為什麼你要賣給大家8塊錢 尤其是在這種防疫緊急的時候 後來我還曾經被警告 被執政黨的某立委警告說 我告訴你 你如果再繼續講這個事情 我們要告你假新聞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沒關係你告 你知不知道 其實我有完整的74頁的合約書 後來這件事 當然他們就不敢提告 在5天之內連續降價兩次 從8塊6塊5塊 PCR也一樣 一開始大概借了多少錢吧 7500 等到大家把國外的PCR的價錢 通通拿來比較 然後衛福部還是不肯降 大家有不同的 一直撐了大概半年多以後 他終於才降5000 3000 可是實際上 大家知道PCR的成本 大概就是個一兩千塊而已 那衛福部把什麼東西灌進去了呢 他把所謂的獎金灌進去了 給這個要給醫檢人員的獎金 灌到這個給PCR 要做PCR這些民眾的身上 我完全支持說給醫檢人員獎金 因為他們很辛苦也很危險 可是這個獎金 是不是應該從政府 從衛福部去編列預算呢 怎麼會去加在 偷偷加在這些必須要做PCR的 不管是他可能是確診的 或是他有需要出國的人的身上呢 我覺得已經確診有夠衰了耶 我做個PCR 你還要把這個獎金 醫治人員獎金 要求我加在我的PCR的費用裡面 所以最後才會飆到7000多 7000多塊 疫苗也是 坦白說 AZ的國際疫苗售價是多少 80塊到100塊台幣 我們衛福部買多少 傳聞大概是5倍啦 傳聞為什麼是傳聞 因為我們衛福部到現在 不肯公布他疫苗採購的價格 他說國外要求他保密 全世界都沒有被要求保密 就只有台灣被要求保密 所以我告訴大家 至今除了高端我們知道 比BNT還貴以外 我們所有採購的國際疫苗 通通不知道多少錢 是不是比國際貴 是不是我們中間被賺了一手 通通不知道 從一連串算下來 說真的 我們到底肥了哪一些人 到底哪一些人 趁這個疫情的時候 去發這些戰爭財 防疫財 高端 高端只是其中 我們知道的一個案例而已 口罩廠商有沒有 疫苗廠商代理的有沒有 快篩的有沒有 我覺得這個疫情 讓全台灣的人很悶 全台灣的經濟都受到影響 只有高端的錢保保賺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優惠我們中天的網友 這些東西都可以 在我們快點購網站上投 來購買 現在有三種不同的好康組合 購買的時候 不要忘記我們有非常多的折扣代碼 可以給大家來輸入 可以享有一些優惠好康